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起案件跨越了二十年 案件当中的主人公历经了婚姻的不幸和生活的磨难 当一切都渐渐的平息下来 生活似乎要重新开始的时候 一个突然发生的变故 又让他重新陷入了痛苦与纠结当中 我们先从一张照片说起 这是一张拍摄于二十年前的照片 地点是江苏无锡 照片中的母亲叫朱赛仙 儿子叫顾海明 原本照片中还应该有位男主人 就是孩子的父亲 但是就在这一年 孩子的父亲离开了这个家 时隔二十年 朱赛仙依旧记忆着当时的感受 我的脑子里就是这样 老公不要我了 我儿子就我要把他养大吧 如果说我也不管了 儿子今后怎么办呢 二十年后 儿子长大成家了 朱赛仙身边又多了个孩子 是他可爱的小孙子 小孙子可爱得很 但是有点皮 淘气是吧 嗯 挺淘气的 时间冲淡了一切 丈夫的概念 在朱赛仙的脑海里早已消失了 可就在这时 2008年 离家多年 一直杳无音讯的丈夫 突然回来 这就是朱赛仙的丈夫 名叫顾学庆 丈夫的突然出现 带给朱赛仙的除了惊讶 还有一个令她费解的要求 她是要和我离婚 那我说离婚可以 我说离婚 我也反正那么几十年了 没什么感情呀 对吗 本来和丈夫的婚姻 早已是名存实亡 离婚算不了什么 只是顾学庆突然跑回来闹离婚这事本身 让朱赛仙感到习惯 很快 顾学庆就亮出了离婚的底牌 我怪你都怪你 就是把我的房子拿回来 就行了 原来因为拆迁 朱赛仙家分得了三套房子 最少值300万 顾学庆不知从哪里得知了这个消息 觉得这里面应该有她一份 特意回来和妻子抢夺房子 她里家吃着已经二十年了 还有她的份吗 我就是想不通呀 我真的一点想不通 丈夫二十年没回来了 现在居然为了房子回来了 朱赛仙想不通 但更想不通的是这场有始无终的婚姻 时光回到了1976年 当时26岁的朱赛仙 嫁给了大她两岁的顾学庆 婚后不久 他们就有了儿子 当时正赶上改革开放 尽管身在乡下 一心想支付的顾学庆 还是开了一家裁缝店 忙的时候 朱赛仙也要搭一把手 小两口共同经营着这个家 也经营着未来的梦 那时候两个人都想把日子过好 1987年 顾学庆从亲戚朋友那里 借到了十几万块钱 买了十台电动缝纫机 想把事业做大 也就是在这一年 顾学庆带着所有的设备 一个人去了大上海打拼 临行前 两口子还发生了第一次争吵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那不是自带 你不要到外边去 到外边去了嘛 你人生地不足的嘛 就不好 你不要去 不是一家两家都有 那么这个有的住不定义 还有把铁拿出去 投资 拗不过丈夫 朱赛仙也没有办法 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果然 这年春节回家过年的顾学庆 情绪很是低落 原本说好 要照一张全家福 顾学庆也失约了 这样 照片上就只剩下了朱赛仙和儿子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那些东西呢 他说卖了 我说那卖了那的钱呢 我说你姐 你记得我姐啊 哥啊 那么多钱呢 我说 你管的那么多干嘛呢 他说 就为这事儿 夫妻大吵了一家 谁知过了没几天 丈夫竟然抛下了朱赛仙和儿子走了 离家时给他们母子留下了一大堆外债 整个家庭顿时失去了支柱 母子俩不知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儿子至今还记得 那时他和妈妈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过年 因为每到年关就是讨债人上门最频繁的时候 那当时候肯定是恨他嘛 到了过年人家都开开心心的 我们两个人像那个 就是要躲在一样 要到大年夜晚上才能开开门 比如说今天半两时送出来了嘛 别人就到我家的那里 那时候我真的就是说 真的天真是哭的 朱赛仙说 那时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 他明白 要想摆脱这种局面 必须找回丈夫 可四处打听 始终没有丈夫顾学庆的消息 我想想怎么出去的一直不回来了呢 我问他妹妹 她说不知道 他们家的人都是不知道 这是朱赛仙描述的 丈夫离家出走的版本 但是这段人生经历 在丈夫顾学庆那里 却有着另外的一番说法 顾学庆说 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很失败 因为感情不合 婚后的她和妻子总是吵架 1988年的那个春节 他们夫妻之间的战争升级了 最后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气之下顾学庆选择了离家出走 时间是1988年的正月初九 两个人都说 要找邻居为自己作证 那邻居们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找到了两位顾学庆家的老邻居 按照李宗盛 邻居们的说法 顾学庆离家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躲债 而且一走就是二十年 而在这二十年当中 朱塞仙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丈夫的念头 1992年 也就是在丈夫离家出走后的第四年 朱塞仙得到了丈夫的确切消息 这封信是丈夫在上海租房时房东寄来的 信中提到和顾学庆同居的那名女子姓秦身高一米五五左右 脸上有一大块红的胎迹 丈夫又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对朱塞仙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 按照这封信提到的地址 朱塞仙带着儿子找了过去 当晚等了很久 儿子吵着要睡觉了 没办法 凌晨四点 朱塞仙把儿子送到了上海的姐姐家 可等他返回来的时候 情况突变 朱塞仙没有料到 在他走后的三个小时里 丈夫竟然连夜搬了家 在这之后 朱塞仙就再也连接不上丈夫了 我哭得没办法呀 我想想我都 我怎么 我又不是木的 又不是傻的 怎么会找上这样的老公呢 谁能想到二十年之后 这对夫妻再次见面 竟然是在法庭上 理由很简单 就是丈夫要和妻子离婚 时间是2008年的8月6日 我说 朱塞仙 我说了 我说你想怎么样呢 说我不想怎么样 我之前离婚了 没有愧疚 一定愧疚都没有 很多时候都是他自己找他 不是我从 你在外面那么多年来 你就连着小孩都不管 你总归也要 有个说法嘛 本年都好好的一家 插菜了 他自己插菜了 不是我插菜了 丈夫顾学信告诉记者 事情并不像朱塞仙描述的那样 那封信是假的 寻人故事 也是朱塞仙杜撰的 在上海那边 跟一个性情的女的一块生活 没什么事 伪扫的 假的 你可以去问 到我哪里去 你去问一下 顾学信说 二十年来 她是一个人在上海漂泊 不曾结婚 更不曾有孩子 接房子要花钱 人都不认识 去做工作有麻烦 对吧 我的经济 省得比他大了都 面对父亲的辩解 儿子说 父亲是自己着苦吃 再难 也没有他母亲艰难 我妈辛辛苦苦的 把我养成这么大 那时候 背了一身的债 每天就是七早贪黑 七早贪黑的 干活 干活 要还债 儿子眼中的朱塞仙是坚强的 但儿子不知道 多少次 朱塞仙是背着他 偷偷的跑到了河边 在那里 朱塞仙哭过 也期盼过 他盼望着丈夫早日归来 然而 左盼右盼 始终盼不回顾学青 你完全可以跟我来离婚呀 那时候我也没什么好伤心的 离婚了 我都还是把我家解脱了呢 对吗 我别人也不会来问我要债了 看到这对母子的生活太不容易 村里人就介绍朱塞仙 到一家工厂里上班 那时候他在那个家里没工作吧 没工作以后嘛 还要带个小孩 家庭比较困难 后来他们村上也接着过来了 我们那个小厂都是 什么都要做的 生活虽然艰苦 但母子俩的生活勉强过得去 而在上班的同时 朱塞仙也没有敢荒掉自家的农田 就这样 靠着没日没夜的干活 朱塞仙把丈夫欠的外债 陆续都给还上了 也把儿子拉扯大了 我吃了那么多苦 为了他还了那么多赞 连我自己的亲哥哥也跟我断了关系 你说我这个苦跟谁去说啊 而对于丈夫 朱塞仙只剩下最后的一点指望了 那就是盼着丈夫能够回来 照顾一下他年迈的公婆 我就想着比方说是我错的话嘛 那他爸妈都没错吧 你应该那几十年中间 你应该回来看看你老爸老妈妈 你都没来过 朱塞仙说他想不通 丈夫到底是因为什么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回来看一眼 这也是他不能原谅丈夫的地方 记者找到了朱塞仙的婆婆 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 此时他正借住在女儿家 麻烦问你一下 那个护财宝老人在这住吗 在您 是您什么人 是我妈 是您妈 能带我们看看吗 去吧 在这住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要快一年了 在明月住了一年了 现在一直就躺在床上 能下地吗 还不能呢 是吧 那什么原因躺在床 给人家重坏的 目前你哥走了 然后又没有经常回来看 妈 人家阿琴在这 阿琴组的苦瓜你了 没有 2008年 就在一家人对顾学庆 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 顾学庆回来了 他知道我拿了几套房子 他现在就是要来拿房子 他为了是奔着房子而来的 没办法 两个老人 我不上老头 小老子 我母亲八十多 一个六十多 房子都没有 我没办法住啊 顾学庆说 少年他名下有两套房子 一套是结婚时父母给的 一套是自己后来买的 这两套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 谁也不能独占 这就是顾学庆老房子的所在地 2006年8月 这两套房子拆迁了 按照政策 政府将补给他们三套新房 两套九十平方米 一套一百二十五平方米 这三套新房 目前能值三百多万 顾学庆说 他回来 就是要分这三百万的房产 对于丈夫分房的要求 朱塞鑫坚决不同意 前段这个是你买的 买的 后边在一边 后边这个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儿子做的 后面一百多个平方 前段是九十个平方 朱塞鑫说 拆迁时的那两处房子 一处是他和丈夫买的 那套房子早已破旧不堪 后来是他和儿子进行扩建的 并且面积还增加了一倍 这超出了他们原来 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 而他们结婚时老人给的那套房子 早就坍塌了 是儿子自己出钱重建的 这算不上是顾学庆的房子 对于朱塞鑫母子俩的说法 邻居们也给予了证实 邻居们认为 顾学庆离家二十年 对朱塞鑫母子不管不顾 根本就不应该回来要房子 他儿子要结婚了 你放总的要一顿菜里 菜里都没了 一顿没拿 二两元的鸡给他 一顿 跟你那鸡的哪儿鸡 两万 那鸡鸡还没花 他作为一顿 父亲没有做到定父亲的责任 他如果请到父亲的责任 我可以拿这个房子 但是他死去彻居 调查他们两个 这个房子我看他不能要 2008年11月 无锡市宾护区人民法院 对顾学庆离婚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准许顾学庆与朱塞鑫离婚 而就房产分割问题 法院建议顾学庆另行起诉 他们那个老房拆迁啊 没有还没有安置完毕 就是有关的拆迁 那个安置的房子 或者拆迁款 款项还没有全部到位 都是待定的 所以当时离婚的时候 只处理了婚姻关系 没有自己财产的 那个分割问题 2009年8月 房屋拆迁安置 全部到位后 顾学庆再一次向法院 提起了诉讼 要求分割房产 法院也是认为 在审查以后 认为他符合 法院的受理案件的条件 所以我们受理了这个案件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华女子学院的 李明顺老师 欢迎李老师 李老师 我们今天关注的是 一起非常特殊的离婚案 你看丈夫都离家出走20年了 这种行为 在婚姻法里边怎么界定 那么他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那么就出走了 那么不履行 对这个子女的这种抚养义务 应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仪器行为 常人的都会从情绪上 来对这个事情做出反应 说你作为一个做丈夫的 你都走了20年了 你20年后 你还敢回来要这笔财产 从普遍的公众的心理上来讲 那是不应该给他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他虽然走了20年 但是他与朱塞仙的夫妻关系并没有解除 他的权利不能因为他走了这20年 这样一个错误的行为而完全的抹杀 大家可能也不太能接受 20年的贡献你都没做过 凭什么你后来就来摘这个果实 从理论上来讲 贡献的大小并不影响这种存续期间财产的这种权利的大小 但是在这个案子里头 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弄清楚的 第一个 这个财产有些不属于他夫妻共有的 你比方说儿子积累下来的这些财产 那不属于他们夫妻共有的 第二个 你顾学庆离家20年 这些财产的增值也好 或者是对方 基本上来讲你没有任何的贡献 你可以说存量有你的一部分 存量也没多少了 都塌了 但是增量是人家娘俩做出来的 所以像他这种完全不尽这种夫妻义务 父亲的义务 分割这个夫妻共有财产的时候 我认为是可以少分或者是不分 这起房产纠纷又会怎么样的发展 法官会怎么判呢 我们来看记者后续的调查 为了防止 顾学庆连续两次状告自己 这让朱塞仙诊无可忍 他坚决进行了反击 我就说他 我要告他存婚罪 朱塞仙想起 1992年从上海寄来的那封信 提到了顾学庆 曾和一个脸上有红色胎记的女人同居 当年他在上海是见过这个女人的 这应该算是顾学庆重婚的证据 可是办案人员却说 这封信是孤证 没有证明力 法官说 郭重婚罪 他说你要有证据的 我说我没证据怎么办 我就慢慢的造证据 我就走 是我儿子去找的 我找到他 那你不是一直联系不上 怎么知道他住在那 我盯着他去的 他离婚后 他要来多房产的时候 他回上海的时候你就跟着 顾海明一路跟踪 追到了上海市青浦区盘龙居委会 也就是顾学庆在上海的居住地 顾海明说 在这里他拿到了两份顾学庆重婚的关键性证据 一份是盘龙居委会出具的证明 证明顾学庆一家有三口人 妻子为秦某 另一份证据是上海市徐静中学出具的登记表 一个16岁的学生 父亲一栏里填写的名字 正是顾学庆 顾海明拿着的证据可信吗 记者特意赶到了上海 核实证据的真实性 顾学庆 就这个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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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小房子 里头那个房 就这一间 哪间 这间还是这间 这不是 这是他自己搭的厨房 这也是搭的厨房 他就是这里 住了多少年了 我不在房子 我来他家这家 我来四五年 他家这家 他家几个人 他家 一个老婆一个小孩 一个老婆一个小孩 老婆长得什么呀 颜色有一块那个 有一块那个 红的胎记 肯定没在家 你看 锁锁锁的 搬哪去了 不知道 不知道 铃居们告诉记者 顾学庆以前确实住在这里 但现在已经搬走了 不知去向 顾学庆搬到的那个族里 搬了多长时间 搬了这个十五年以上了 十五年以上了 十五年以上了 这家里都有什么人 家里 就是一个老婆 一个小孩啊 拿到这些证据 2009年9月 朱塞仙来到了上海市 青浦区人民法院 以自诉的方式 告顾学庆重婚 我们是根据 中二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258条 最终判了被告人 顾学庆犯重婚罪 判有期徒刑 六个月 2010年5月 顾学庆刑满释放后 再一次来到了无锡 还是坚持要分割房产 我关系的关系 就是把我的房子拿回来 就行了 不应该跟他有关系啊 因为那房子 是我跟我孩子 辛辛苦苦弄出来的啊 面对顾学庆提出的要求 朱塞仙随即进行了反诉 那就是 状告顾学庆 所要精神损失费 和儿子的抚养费 总计是七万元 那他借了别人的钱 弄得他走了 把我弄得这个样子 都现在还要来弄 不是 我不要他赔偿 我要谁去赔偿啊 下讲 他要起诉 我以后起诉 我的经济损失比他大了多 李老师你看 这起案件真是 状况频出啊 现在这丈夫又犯了 重婚罪 是否影响到他对他和前妻房产的分割 应该说重婚 它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 80年的婚姻法是明确规定的 在离婚的时候 分割这个夫妻财产的时候 那么对于有过错的 那么他是可以少分或者是不分的 但是呢 2001年婚姻法修改之后 那么把这个内容就给删掉了 因为我们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对有过错的一方 可以通过赔偿 让他来承担法律责任 那现在朱塞仙提出的这个17万 您觉得在法律上都是合理的吗 那么这个应该说顾学庆 他既有重婚的这种过错 又有一切的过错 所以朱塞仙作为无过错的一方 要求他赔偿 法律一定会给予支持 法律最终的判决结果 应该也是指向人们的这个道德要求的 我们的法律一定要支持 在伦理上 在道德上是完全正当的 那么对于那些缺德的 大家都义愤填膺的这个事情 我们的法律一定要给予坚决的否定和制裁 不能让那些在道德上有亏欠 但是在法律上却得到支持的这样的人 让他得逞 这起离婚案真的是一波三折 看得我们的心情也是跌宕起伏 他后续的发展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就在法院准备对顾学庆分割房产案 做出判决的时候 2010年6月12日 顾学庆以补充证据为由 撤回了自己的诉讼 基于顾学庆对所有权确权纠纷案件的测诉 朱塞仙随之也对自己起诉顾学庆这一个案子进行了测诉 后来你们也测诉了 那死去案也不要了 他如果要上诉我也要上诉的 他如果还要走我麻烦 我还要走他麻烦 朱塞仙不知道 这次他的生活是不是会真的能够平静下来 你看这样一个结果 不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吗 也许是顾学庆良心发现了 也许是他发现在法律上自己能站住脚的理由太少了 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一起案件在提示我们 夫妻关系绝对不是两个所谓的名称和角色而已 那意味着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应该承担的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否则的话伤害的可能不光是对方 甚至最深的恰恰就是自己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眼光学的讨论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明天见